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雄百贵 时代一直在演变 周遭许多的东西也都日新月异的在进步 不过还是有许多拐旧的事物 值得我们去留恋 今天的节目将要带各位来去探访几家 充满复古感的店家 首先要来看的这家是一间茶餐厅 老板结合老屋以及收藏的古董 让来这里用餐的人感受古典的氛围 看到吧台后方的茶罐子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间非常古典的茶餐厅 店里的摆设充满了浓浓的复古味 连名字都取得很有特色呢 那永心凤茶的话 其实它的取名用意就是采用我们 最主要的本意 永心凤茶四个字 对 咸音过来的话 就会先是永心凤茶 那像我们店内的特色的话 都会采用一些比较古色古香的摆设 那我们这一个建筑物也是采用 老房子下去做改建的 所以会有一些像在阿嬷家才会出现的 复古楼梯 然后还有一些独特的床滑设计 这些我们都有沿用下来 去把比较古迹的特色来做一个保留 虽然说是茶餐厅 但这可是非常台式的茶餐厅 这里的茶叶也都是道地的台湾茶 是说每种茶的名称都好优雅哦 像我们这一片茶灌墙 它其实是采用一些台湾本身就有的茶叶 那有一些茶叶可能我们还没有找到 但我们还是会去帮它取一个名字 以这个茶叶的印象下去取 我们老板另外想的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 像是我们的阿里山铁观音 像我们的阿里山铁观音 它的名字就叫盐柚 它会比较刚烈的名字 因为它喝起来的话会带一点木头的香气 喝起来口味上也会比较厚重 像盐柚这个名字就会很适合阿里山铁观音 那另外一个是东方美人茶 那东方美人茶有另外一个名字 它其实就叫碰峰茶 它是产地于新竹的比较有特色的茶叶 它会带一些果蜜的香气 所以我们把碰峰茶的名字 做一个谐音取名叫碰峰茶 这家店是由老屋翻修而来 处处都看得到许多的老物件 让来到这里用餐的客人 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像我们老板平常会有收集一些谷物的习惯 那它往常都会到日本去采购一些比较复古 适合店里面的一些古董 像我们的这个收银台 对它也是比较像80年代或70年代的收银台 那每个客人看到以后也会觉得 这个复古的收银台是不是还可以做使用 那也蛮适合放在我们的领台 这家店我还蛮常来的 然后这家店就是感觉就是很复古 然后环境很舒适很干净 然后值得放松的地方 剥皮辣椒鸡 本身喜欢一点微辣 然后它汤喝起来就是会回甘的那种 也不会太油腻 然后主要是里面蔬菜还蛮多的 我觉得它的东西啊 就是做的都蛮精致的 然后把它 因为像我今天有点甜点嘛 那我觉得它甜点的东西非常的好吃 然后有别于外面的甜点 它的甜点就是不腻 而且它可以吃得非常的顺口 这样子 然后配它的茶的话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我今天点的是那个 有点它的一个凤梨酥 还有点它的一个红茶的那个乳酪蛋糕 那我觉得红茶的乳酪蛋糕就是 吃起来就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对那我还会想再来 过来之外做尝试这样子 哇哦 听到没有 用餐环境舒服 餐点也好吃 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招牌料理 赶快推荐给观众朋友吧 那我们剥皮辣椒鸡汤饭的话 鸡肉是采用土鸡腿 可以下去做熬制的 那汤头的话也会有剥皮辣椒 独特的香气 还有辣度 喝起来不会到很辣口 对反而是比较清爽的 然后汤头口味的话 会带一点微甜温润的香气这样 我们香炉猪排饭的话 猪排是采用花田喜致的猪肉 花田喜致的猪肉它是标注于是萝卜猪 它们的猪肉都是吃萝卜长大的 那它的口感上也会比较软嫩一点 那我们会先油炸以后再下去用特制酱汁炖煮 那我们香炉猪排饭还会搭配腌大头菜 所以搭配猪肉下去食用 嗯 会变得比较清爽一些 酥炸小棒腿的话 我们会用台式的香料下去先腌制 那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少见的香料叫姜黄 嗯 那酥炸而成过后 我们会搭配台式的五味酱 五味酱的话里面也会有一些像蒜头香菜 葱 酱 蒜 这类等等的 搭配起来会让这个酥炸小棒腿 会有另外一个层次风味 主餐推荐完了 准备来吃甜点咯 既然标榜茶餐厅 想必应该也有在料理上加上茶的元素哦 我们红乌龙珍珠奶茶的话 茶叶是采用我们台东的红乌龙茶 红乌龙是以乌龙茶叶下去做成全发酵的红茶 那口味上喝起来会带一点独特的手果香气 喝起来茶味也会很浓厚 那搭配Q糖的珍珠 对 一口咬下 其实会为餐点再增添更多的风味 想要复古又带点时尚的用餐与饮茶环境 来这里准没错 台式的餐点配上道地的台湾茶与甜点 绝对能让你度过一段美好的午后时光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家店 老板从澳洲打工游携回来之后 决定自己创业经营咖啡馆 实行秘密了十九 找到一家老屋当作店面 店里的所有老物件 也是费了一番功夫才收集起来 而木轴的摆设 除了是店里的特色之外 还藏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看到这么古早味的木门还有窗框 店门口放满了许多花花草草 进到店里面 里头的摆设一样有着浓浓的复古味 老板正在调制的咖啡 与充斥整间店的木头色调 搭配得刚刚好 我喜欢木纹的东西 就是可以直接看到木头纹路的窗啊 门啊 初期开店七年前 大家其实就是一个 那种工业风老件的 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 吧台的桌面 那一块就是老件的木头留下来 去运用的 透过朋友的管道 收集了这么多的老物件 不晓得有哪一样是找到之后 让老板特别开心的物件呢 门的部分 对 门的大小 然后可以运用的那一个 我觉得完整度 我找到的这三扇门 是完整度很高的 就是我不用再去多做一些 补救或者上期修复的一些动作 可以马上就运用在我的空间里面 除了屋里的装潢 大量运用了老物件 我们还看到老板收藏了一些 看起来好像有点历史的古董 像是墙上的这一台手动磨豆机 竟然还可以操作呢 而桌上这一台打字机 老板无聊的时候 还会拿出来打打字 消磨一些时间 更特别的是这一台风情 这不就是我们五六年级生 国小时候的回忆吗 因为大学的过程 就是我是国小老师 对 国小老师其实是我原本的 学习的专业 那这个风情对我来说 就是在那个求学过程中 还蛮有记忆点的 那当初要开店的时候 会去寻找门跟窗的过程当中 在一个前证区的 一个回收的老奶奶家 他是在捡回收的 刚好在前证国小的附近 那去拜访他的时候 刚好看到他把前证国小的 这台风情他刚收回家 所以当初看到这台风情的时候 就眼睛为之一亮 拜托老奶奶把这台风情 分享给我这样 对 那在这个过程 开店的过程当中 也有透过一些朋友 然后有知道一些物件 是从欧美的那些地区来的 然后也有去拜访一些朋友 那这当中也有就遇到了几个 还蛮喜欢的物件 像是打字机 还有那种磨豆机 都是从欧洲来的 对 那这两个物件 后来也是成为我店里的 一些摆设装饰的 一些蛮复古典牙的元素 在这里不只能品尝咖啡 也有提供餐点来满足饿肚子的泥 像是这一道冷烤牛肉三明治 用巧巴达面包加热后 呈现脆皮口感 使用特制抹酱 铺上烤牛肉 即撒上冰凉的紫洋葱 让人想要一口咬下 另外这一道炖烤嫩猪 左北非小米 低温慢烤的手丝猪肉 北非小米吸饱了猪肉与蔬菜的汤汁 搭配爽口的沙拉 口水是不是要流下来了 眼尖的观众应该有发现 这里有一样东西 在店里到处都看得到 就是缠绕风筝线的木轴 其实这是有一段故事的 木轴的话是在28岁的时候 我有去了一趟澳洲打工度假 那一趟旅程当中 就是遇到了很多台湾人 那大家的一个到澳洲 去做打工度假的那一个心境 通常都是在工作与工作之间 在要转换跑道的时候 会去做一趟这样的旅程 那让自己的心情调试 然后准备迎接下一段的工作 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生活 那这一段旅程当中就让我觉得 我们人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在工作的转换 或者是心情上的转换的时候 都需要找一个地方休息 然后再开始接下来的生活 那木轴就是会觉得 我想收集很多朋友 那这边可以让他稍微在生活当中休息 调剂一下心情 然后再继续自己的生活 那木轴就是风筝的极限器 希望可以收集很多朋友 喜欢老物件 也热爱结交许多朋友 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嗜好 那么抽个空 来这里陪老板喝咖啡 聊是非吧 我们都知道 如果要挖宝到跳蚤市场 寻觅就对了 接下来这家店 老板是一位南美洲人 热爱收集古董的他 从世界各地收集了许多宝物 有些历史还超过两百年之久 如果你也是古董的爱好者 赶快跟着我们来寻宝吧 喜欢古董的人有福了 今天的高雄百味 要带大家来淘宝 这一位来自南美洲的Eddie 真的称得上是 收集历史古物的狂热分子 满坑满谷的古董 走进来 仿佛跳进了另一个时空 那般的不真实啊 我来台湾很久 二十多年以前 我在台湾二十多年 然后一开始就 满年轻就开始很喜欢古董 然后一定年轻的时候 没办法卖太贵的东西 因为不管你习不习惯 如果收入不够的话 就没办法买 所以一开始的话 就买很多比较Vintage Vintage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有慢慢可以介绍 因为古董跟Vintage 就是旧货有一点不一样 光是要找到这些物件 肯定就有一定的困难度了 Eddie 你都是用什么方式 让这些古董 来到你身边的呢 一开始你会买一个东西 然后你会开始 弯了一个东西 然后你会下一个东西 下一个东西 然后如果你是真的爱古董的话 你会一直更生更生 然后你会想要 找得到比较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开始研究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有开始更生 更生 然后困难是 你要找得到 第一代的第二代第三代的 这一种的就是困难 然后你一定会想要 我弯古董的话 就我想要有 最特别 最完整的 然后你有时候会忘记了 那个价格的事情 真的会这样耶 当你收集了其中一代 如果没有把其他年代 相同的古董凑齐 心里就是会有 那么的一点不甘心 看到了这里 赶快请Eddie 介绍几样 他最喜欢的古董吧 我今天特别带来的 给你们看的这个外表的 这个外表是1806年的 对 那时候这种的外表 有很多部分 后面的90年代以后 外表就是只有这一个部分 那时候有这个外壳的 然后外壳的部分 后面这个都是真笔的 然后旁边都是这个钉子 小钉子都是那个 尊因的 这个就是会保护 会保留这个外表 然后我们打开一下 然后那时候这一种都有一个钥匙 然后钥匙都可以用 把钥匙都摘下来卸下来这边 然后现在再动 没有经过Eddie的介绍 真的很难判断 这是一直超过200年的怀表 而且把机身打开 里面的机械结构竟然还能运作 不得不佩服Eddie的保养功力 接下来还有什么好货要介绍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Columbia的一个留神机 然后里面这边里面有一个马达 那个马达会让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动 它会动 所以这个不需要任何的那个炸电的那个线什么的 所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所以这边有这个要 它的发条 要发先给它发 感觉比较有 有一点阴调的时候就要顶下来 好我们这边有一个棧板就看一下 好这个是 它的那个 要顶下来的时候就要按 上下来打开一下 Columbia的大部分都有这个 这个一定要动它 因为有另外一种的收音机 就是那个留神机 那个 生理一口不需要这个动 听到这个痛 我的人生瞬间变成黑白的了 我是说早期黑白电影的黑白啦 有趣的是 这一台留神机要用发条转动 所以当发条没有动力的时候 声音就会变成这样 刚刚就是发条已经到了 那个 我应该给它补够 没有快到了 谢谢 没事 Eddie这边的收藏品 除了有文化的 也有兼具娱乐效果的 看看有没有Lucky 只要你花时间来里头走动 绝对可以让你满载而归 拥有这么多古董的Eddie 在收藏的过程 可以让古董 教会了他许多事情哦 我有学很多 第一个是尊重 店里的名字 这个店面的名字 这个地方的名字是 那个 History Survivors 就是很像那个 很久很久的阿公还在 我们要不要保护他 要不要照顾他 我们一定不想要让他走 因为我们很爱他 我知道他 那个生命就已经到了 但是这种东西 我们如果有可以给他们一点点的爱的话 我们还可以保留很久 然后我们可以给几大的年轻人 给他们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很多年轻人来这边 我说这个是我们之前的电脑 然后现在的手机 也是从这边出来的 你看一下 这个是手机的那个基本的 现在我们要打的时候 要写的时候 都是这边的 所以我们不难忘记 我们从哪里来的 这个很重要 今天来到这边 真的大开眼界了 好好的爱惜 保存你手边的物品 有一天 它也会变成收藏家 眼中的古董 想不到吃蛋饼 还能回味儿时的记忆 这家蛋饼店 位在盐城区的爱河旁 老板把五六年级生 共同的记忆 通通摆进厨窗里头 让你在吃蛋饼的时候 也仿佛搭乘时光机 来到小时候 那个调皮的年代 观众朋友 看到这个布袋戏台 可别以为 今天要带你们来看戏了 这可是一家 专卖蛋饼的摊位 除了这个戏台 里面放满了我们 五六年级生的回忆 一间蛋饼摊 为什么要弄得 这么的复古呢 像我在我的厨窗里面 上面有一个铅笔盒 那铅笔盒是大概 是我小时候是我哥哥的 然后我有一点印象是当时的 应该是克林奶粉吧 它的一个正品 那当时的铅笔盒 会印上当时最流行的图样嘛 当时最流行就是孙小毛 上面一个孙小毛的一个图样 那那个铅笔盒很特别 就是它可以 有很多工人 它打开之后 可以变成一个书架 对 这次现在的铅笔盒 应该是很少会有这样的工人啊 最主要还是要把儿时的记忆 找回来啦 不过这么多的老东西 老板应该花很多时间去寻找哦 那那个卡制收音机 那是我们就是阿公阿嬷那时候 都常在用的东西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用的 都是收音机的工人啊 以前都听到什么AM的频道 像Mail的那一种 那红白金呢 是我们大概就是六年级 六年级生共同的会议 那算是最普及 当时最普及的一个电视游乐器 当然是受到非常大的欢迎 那像那个大同宝宝 大同宝宝也是 应该是五六年级生共同的会议 在当时的电视上 都有白个大同宝宝在上面 那我们的大同宝宝 其实已经年代久远了 但是我们的并不是当时的 因为我们是想说 要把它营造成当时的环境 那所以说我们会去收集 就亲戚他们有留下来给我们的 可能有些许可能比较新一点的 对 那像那个单眼相机 那是我妈妈她以前 年轻的时候有去日本工作过 然后在日本当地买的 介绍了这么多小时候的回忆 重点的蛋饼 还不赶快介绍给大家 我们现在要制作的是 我们香辣肉燥的口味 那现在油锅热了 那我先放我们手工制的蛋饼皮 那这个蛋饼皮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虽然也是面糊煎的 但是我们先把面糊煎成蛋饼皮 然后在我们附煎的话 它会保留我们软嫩的口感 跟外面有一层酥脆的口感 那在煎蛋饼皮的过程 然后我先煎蛋饼皮 加料 这就是我们自己制的辣酱 这也是我们手炒的肉燥 来看外面有一层酥脆的那个样貌 再来煎蛋饼皮 一会儿 再来加刀 再次煎蛋饼皮 它要掉 它要再煎蛋饼皮 再来看看 再过分一步 再煎蛋饼皮 很多客人很喜歡吃我們這種恰恰的蛋餅 其實外面賣的不太一樣 外面可能粉漿的都是軟軟的口感 其實我們店裡面比較招牌比較多人點的 現在很多人很喜歡吃辣 那我們的香辣口味的蛋餅 辣椒 辣醬都自己做的 我們也是用朝天椒跟香料 跟油去做的一個辣醬 加進蛋裡面 或在蛋餅上面 對 然後這樣吃起來真的是會有一個麻辣的口感 對 那我們像其他的配料 我們可以加例如說肉燥 菜脯 起司 肉鬆 對 還有培根 香腸之類的 那像菜脯跟肉燥 也都是我們自己炒的 對 那搭配我們的那個獨特的醬料 這樣吃起來口味也非常特別 酥脆的外皮 還有飽滿的內餡 這蛋餅的份量 絕對能夠讓你飽餐一頓 下一回來到鹽城區 別忘了過來這充滿古早味的蛋餅店做做喔 看完今天的節目 有沒有喚起你的老靈魂呢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高雄百貴 下個禮拜我們一樣會帶來精彩的節目內容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個禮拜 entes的領域 ˢャ樣 我們下個禮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